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 好,刚刚上一段我们看完了赞成的说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反对的说法 好,一开始呢就说 No,不 Graffiti makes a mess 好,那Graffiti呢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所谓的涂鸦 那这边的每一个mess同学呢 不妨呢把它记下 它的意思呢就是造成混乱的意思 那我们刚才呢有一个讲法就是 What a mess真是一团糟啊 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表达法 好,所以呢他说呢 这些呢涂鸦呢 它会呢造成混乱 或者造成脏乱 It is nothing but visual pollution 好,他说呢 这只不过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非常的常见 建议同学一定要把它记一下 就是nothing but 那nothing but呢 我们中文翻译成仅仅只不过是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些涂鸦呢 只不过是一些visual 好,我们来看一下 visual的意思呢 是跟眼睛跟视力相关的 英文念成visual 相对于视力的 那就是听觉的咯 好,那听觉的 我们知道呢 它的意思呢 中文就念成audio 所以一个是video 一个就是audio 所以说呢 反对的人认为呢 这些涂鸦呢 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 视觉上的污染 pollution 相信这个字 同学应该已经很熟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most graffiti is tagging which is more like just scribbling someone's name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那说呢 大部分的涂鸦呢 is tagging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 我们英文念成tagging 其实这个字是从tag来的 那tag呢 如果我们去买衣服 有时候呢 我们去看这个衣服 它的成分 还有它的价格 有一张小小的卡片 其实呢 那个就是一个标签 英文就念成tag 当作动词 就是把什么什么 加上标签 那tagging这个字 就是跟标签有关的 我们后来衍生出来的 就是用涂鸦 留下某人的名字 或者是表明一个人的身份 这个英文 我们就念成tagging 所以呢 大部分呢 都只是呢 用一个涂鸦 然后呢 代表某个人 曾经到此一游的感觉 而这件事 which 各位有没有发现 前面呢 有斗点 这个就是属于 非限定用法 这件事情呢 is more like 比较像 不过是 is more like just 比较像是呢 scribbling someone's name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scribble 那scribble的意思呢 中文指的就是 乱涂乱画 英文就念成scribble is more like 那这边为什么要加上ing呢 就是因为这个like 是当作介细词的像 所以后面你要解动名词 只是把某个人的名字呢 把它呢 胡乱的涂在墙壁上而已 these ugly paintings make city look messy 他说呢 这些呢 丑陋的painting 这些丑陋的画画呢 make 这边指的是死一栋 是死的意思 使这个 使这些城市呢 看起来怎么样呢 messy 就是混乱的 那这个字 其实大家同学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跟刚才那个mass有关 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y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in addition most graffiti is done without permission in addition 我们之前学过了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 此外的意思 好 那它有很多的同一字片语 同学们可以去看 上一片的影片 里面有提到 这些同一的片语 它说呢 此外呢 most graffiti 大部分的涂鸦 is done 被完成 因为涂鸦 不会自己完成 一定是被完成 所以呢 是用被动语态 好 它被完成 是怎么样的 被完成呢 好 是permission permission的意思呢 指的是允许 或者是许可 那这个字呢 就是从permit 演变过来的 这是当作它的动词 如果当作名词的时候 要提醒同学 它的重音节 落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念成permit 就是许可证 或者是执照 好 所以此外呢 大部分的涂鸦呢 是没有任何的许可之下 而完成的 所以without permission 我们中文呢 就是把它翻成 没有得到允许 好 接下来它说 it takes a lot of money and effort to get rid of it 好 it指的就是涂鸦 这件事情 还记得吗 我们说花了多少时间 这个花 除了take 除了可以当作 花时间的花之外 花钱的花 也可以用take这个字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花了很多的金钱 还有很多的努力 effort 这是我们前一段 影片里面 也有提到的 它呢 需要很多的钱 跟努力呢 才能够把它去除掉 我们看这个片语 念成get rid of get rid of 指的就是摆脱 除掉 或者是消灭的意思 所以呢 当它呢 涂了一片 一片乱的时候呢 要花很多的钱 还有很多人呢 的人力 才能够去把它清除掉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for example spends m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cleaning up graffiti 它说呢 这个洛杉矶市 就是美国的洛杉矶市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for example 举例来说 spends 它花了这么多的钱 millions of 就是数百万的美金 every year 每一年呢 就是花了数百万的美金 目的就是要去清除干净 这些呢 涂鸦 好 那这边的clean up 指的就是清除干净的意思 清除干净 英文就念成clean up 那这边呢 再一次的提醒同学 不管你是花时间 还是花钱 做什么什么事情 后面如果遇到动词的时候 动词要加上ing 那这边呢 它的前面呢 虽然是都市 但是呢 它是把一个都市 当做是人类的组织来看 所以呢 花钱的花 我们还是用spend 这个动词 好 接下来他说 each month the workers wash awa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quare feet of it 好 他说呢 每一个月 workers一些工人呢 他wash away 把它洗掉 刚才呢 是用get rid of 是清除 那清除的方法 很多种 那有一种 就是用水啦 或者是用其他化学药剂 因为我们知道呢 水是没有办法 把一些油漆给冲掉的 所以呢 这些工人呢 他必须要呢 把hundreds of thousands 指的就是数十万的意思 好 那这边呢 要特别注意到的 因为呢 这边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呢 是数百千 那英文呢 没有十万这个单位 他呢 十万的表达方法 十万就是用一百千 就是one hundred thousand 所以呢 这边的hundreds of thousands 各位我们看到 这边呢 都有加了s 因为他没有一个 确定的数目 所以呢 数十万 我们英文就念成 hundreds of thousands 好 数十万的什么呢 square feet of it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念成square square原本的意思呢 可以当作呢 是正方形的 但是呢 它当作形容词 可以当作平方 所以呢 这边 square feet 指的就是平方英尺 那我们知道feet 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英尺 好 作为呢 数十万平方英尺的 他这个it 指的就是这些涂鸦 所以你就知道呢 住在洛杉矶的 这些有些呢 从事这些涂鸦的人呢 他其实画出来的面积 是相当的惊人的 好 接下来他说 even words graffiti horms communitie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worth这个字 worth这个字呢 指的是更坏的 更糟糕的 他其实是bad 这个字的比较级 那他的最高级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 就是worst 好 所以呢 even worse 我们呢 中文就把它翻成 更糟糕的事 好 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graffiti horms community 他说呢 这个涂鸦呢 他会呢 使什么什么 受伤害 他会伤害到什么 使什么造成损害 horm这个字 好 他会伤害到什么呢 伤害到community 那community的意思 指的是社区 提醒同学 Y结尾的名词 复述 要把Y去掉 再加上IES 好 接下来他说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graffiti is associated with criminal activity and thus feel that it is unsafe to walk around or to live in those areas 好 我们看这一句 他说呢 许多人相信这一件事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呢 that在这边呢 引导的 就是一个名词 指句 在这边呢 当作 集物动词 believe的售词 所以许多人呢 是这么认为 他们是这么相信的 好 相信什么呢 这些呢 涂鸦呢 is associate 我们先看这一字 associate 指的就是联想 那把A 联想 把A与B 联想在一起 我们就说成 associate A with B 那这是属于主动的 好 那被动的写法呢 就是 A B associated with B 他们所搭配的 都是介细词 with 所以这边呢 他说呢 这些所谓的涂鸦呢 会跟什么东西 联想在一起呢 好 跟criminal criminal这个字的意思 当作形容词 是犯罪的 犯法的 本身 也可以当作名词 是犯罪 他的罪 这个字 英文就念成crime 犯罪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说呢 很多人相信呢 这些涂鸦呢 是跟一些犯罪的活动 activity 指的是活动 是有关联的 因此 and this 指的就是因此 因此呢 这些人觉得 好 那这边呢 其实呢 就是many people feel that 又再一次的 另外一个字句 就是由that 所引导的 另外一个字句 好 所以我们刚才呢 讲的字句 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相信 人们相信 而且因此人们觉得 所以说呢 你就知道呢 这个句子里面 其实有两个动词 一个动词 主词 当然是在 many people 这个地方 第一个动词呢 就是在 believe 那第二个动词呢 就是用 and this 这边的对等连接词 所连接的 第二个动词 feel 好 所以他说呢 很多人相信 这件事情 还有觉得这一件事 他们都是用 that 来当作 名词 指句 他们觉得呢 it is unsafe 这件事情 是不安全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念成 unsafe unsafe的意思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不安全的 那同学应该可以 看得出来 这个字 是源自于 safe 形容词 安全的 好 所以呢 这件事情是不安全的 哪一件事情呢 后面 这一个不定词 片语 就是它真正的主词 那 it 在这边 是属于虚子无词 所以呢 什么事情不安全呢 to walk around 四处走 or to live in those areas 在这些区域 就是有这些涂鸦的区域里面 到处走 四处走 或者是生活在这些区域里头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不安全的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area这个字 这就是地区 它也可以当作面积的意思 接下来他说 if graffiti causes all these problems can we really call it art 好 它这边呢 if 给了我们一个 副词的引接词 假如 好 假如呢 这些涂鸦呢 它造成了cause 指的是造成 或者是发生引起的意思 那它还有等于一个 比较常见的片语 就是lead to 假如呢 涂鸦呢 造成了这些所有的问题的话 can we really call it art 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叫做艺术吗 好 所以针对涂鸦这件事情 我们上一段看到了赞成的说法 这一段呢 看到了反对的说法 那同学你自己的看法呢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讲解到这里 难道 Social 绩